我昨天已经介绍了中方对卡拉奇恐邪案的立场 目前伤者救治和善后处理正有序推进 八方正在全力调查并缉拿凶手 我要强调的是 恐怖主义是人类公敌 中巴双方有决心 有能力 斩断恐怖分子的黑手 让其付出应有的代价 中巴铁杆友谊 深入两国人心 中国一贯支持巴基斯坦国家发展 我们将继续支持巴经济社会发展和名声改善 巴政府已承诺加强对在巴中国人员项目和机构的安保工作 绝不允许任何势力破坏伟大的中巴友谊与合作 相信八方会切实采取有利措施 确保中巴合作安全顺利进行 任何破坏中巴友谊和中巴合作的图谋 都将被中巴人民粉碎 我们也在此提醒在巴的中国公民 机构 项目 人员 提高安全防范 严密注意安全风险